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技术的发展普及 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便捷快速和舒适 而随着汽车技术发展以及汽车大发生产出现 汽车不再成为富人们的专属座驾 人类多的我们都开上数字的座驾 而汽车分配也有很多种 依据不同 划分也不同 比如根据座位分就有四座五座七座以及客车等等 而为了防止超载 汽车在生产时也会在车位奔上合载多少人 严禁超载的字样来提示我们不要超载 以免汽车超出复合发生危险事故 而随着近些年我国一些政策的更改 我国汽车行业因为满足家庭去出行的消费需求变化 在SUV的领域里也开始出现了七座车型 但在一些新上市的SUV汽车车尾 也有何载七人 何载五加二人 超远微少的字样 但就这小小的几个字可是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一番热议 一些网友议论 那为什么不在公交车上也奔上眼镜超载的字眼 这样公交车上的环境估计会变得更舒服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浑水摸鱼的小偷和色狼了 还有一些网友表示 那为什么只在七座车上和客车上奔超载件事 应该在轿车 摩托车 自行车上面也奔上眼镜超载的字 要有福同乡永远同当 这样才比较公平 未来交通估计也更加规范了 在陕西 网友更是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详解 话说小编我也是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为啥不在那些豪车上面也奔上线语言 眼镜超载的字眼 凭啥就在低段位置上奔 难道就是要真的很平靡 但话说我还是真的有点不懂现在这个方法 你知道吗